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臺東宮東高宮 在二零一三年的三月 成立直評合唱團 七十八位團員 全部都是原住民 合唱團老師 是從美國回臺灣教書的指揮家 Howard 張浩坤 這一群看不懂五線譜 說起話來 還有濃厚原住民腔的孩子 在Howard的教導之下 成團才一百天 他們就登上正式的表演舞臺 從中文 英文 法文 拉丁文 一直唱到俄文 而且還上了國家音樂廳 他們用音樂改變了人生 二零一三年初 由廣東高宮原住民孩子 組成的直評合唱團悄然成立 旅美音樂家張浩坤 Howard 受邀返臺 來到臺灣後山 接下指揮的重責大任 我們給他們的目標就是 來 我們來練這個 等你練好之後 我讓你站在舞 儘管有著原住民 與生俱來的歌聲 但五線譜與合唱團 對他們來說都太過遙遠 Howard老師還沒有來 我們就先打預防證 告訴他們說我們學生 幾乎都看不懂五線譜 我們學校也沒有合唱團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 什麼叫合唱團 可是Howard老師一直說 沒有問題 沒關係 他了解 最終Howard克服的 不只是音樂本身 還有那難以矯正的母語腔調 他們在練唱的時候 他把每一個咬字跟發音 要求得非常精確 所以我們一般原住民 講話都會有Q 不管講什麼話都會有Q Howard老師教過的都不會有 都非常標準的 那個唱腔是真是自鎮腔圓 他生產那個之音 你想要把那個原住民 你學生的那個 原來有的腔 腔調 改到變成 不管你唱拉丁文 俄文 法文 德語 都能夠很標準 真的很不容易 可是因為這些不容易的事 學生跟我們都覺得做不到的事 經過那個哈威老師的教學 做到之後 他的學生的自信又提增了很多 他覺得他可以做更好更多的事 是很重要的 他們天生就是應該在舞台上 被發光發亮的一群人 然後我們今天只是這樣 造一個舞台出來 他們很容易自己往前跑 短短一年的時間 這群孩子的表演舞台 從教堂 演藝廳 車站大廳 一直到國家音樂廳 每一次的表現都令人驚豔 我們本來以為只是唱歌的合唱團 沒有想到他是藉由唱歌 改變孩子的心靈 然後他更厲害的是 他能把歌曲的精神 原始的精神導入孩子的心靈當中 然後孩子從內在心靈當中 就徹底的改變 是最厲害的 只要不放棄 就沒有什麼事情都 就沒有什麼事情就是做不到 未來有更好的路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不管是怎樣的歌曲 或是發生怎樣的事 總是有辦法可以一起 一起突破這功能 這一篇後山的音樂傳奇裡 我們聽見的不只是動人的歌聲 還有這群孩子的成長與蛻變 這支上門打開以後看到世界都不一樣 小朋友會表現出非常的驚訝 然後感謝